就因为顾客把车停在自家门前 火锅店竟然找了拖车 把人的车给拖走了 谁给你的这个权利啊 顾客可不可以说 你这是蓄意的偷盗行为啊 据小郑视频报道说啊 广东惠州发生了这样的奇葩一幕 在当地呢有个火锅店 火锅店门前呢是可以停车的 那么这块区域到底是谁的 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 这是公共区域 理论上讲谁都可以停车 火锅店的店主不能说 这是我们前的地 这块地就只能我自己来停车 或者到我这吃饭的人停车 这明摆的是公共设施 然而没想到火锅店私化了停车位 不允许其他人或者喂就餐的人 到这里停车 这就是把公共的领域 明摆的化归己有 说实话这种事啊 在全国各地挺多的 很多开餐饮店的老板 理所当然的认为 我店门前的那块区域就归我使用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派专人看着 有的时候呢 他们会私化停车位 私设停车桩 总之就是不允许无关的人 在他这停车 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容易引发矛盾 很多消费者都会直接报警 警方或者城管部门来了之后 也会对这些餐饮店的店主进行规券 因为毕竟啊 这个地方不是你的 而广东这家火锅店店主做的更过分了 当他发现有一辆车 未经他的允许停在门前之后啊 他竟然找来了拖车 把人家的车给拖走了 虽然他的主观目的不是偷窃啊 但真的客观事实就是 人家消费者把车好端端的停到这里 他自己把车给拖走了 你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停车位让出来 但是你这算不算偷窃呢 如果车主报案 警方要不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呢 见过霸道的店主 没见过这么霸道的 很多人可能会说 今天我们开尸体店也不容易 你开了个餐馆 如果连个停车位都没有呢 那么你的生意狗可能是受影响的 很多人出去吃饭 就考虑停车方不方便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餐饮店主 你应当有一个清楚的认知 那就是你店门口那个地方 它不是你的 它是公共设施 如果你真的你派了一个门卫 天天守在那里 有人来停车 你好言相劝 你说这是我们的地方 你也帮帮忙 你要是停在这儿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一会就来了 没有停车位了 那么大多数人会接受你的规券 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人守在那里 消费者过来 不到你这里吃饭 但是把车停了 那么你也不能对人家有任何指责 你还这样把人家的车给拖走 甚至网传视频显示 这个店主非常的霸道 表示说我就把车拖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这就不对了吧 甚至包括还有很多店主 私设停车桩 明明你这个时间根本就没有时刻到来 可是呢 你也不允许周边居民 把车停到你这里来 凭什么这样的公共资源 就被你一家给拿去了呢 我看你这个时间根本就没有时刻到来